7. 投胎一错毁时难 未归结乐上言符 漂泊红尘更挤秋 不向此生生净土 投胎一错毁时难 这四句记字 前两句跟后两句不是同手 所以无法押韵 虽然没有押韵 我觉得意义可以互相启发 所以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未归极乐上言符 还没有到极乐世界 肯定是在娑婆六道里面 娑婆是永无穷尽的轮回 所以说漂泊红尘更挤秋 就本地来讲 释迦摩尼佛成佛以来已经很久了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也已经很久了 受着阿弥陀佛的接引 往生极乐世界 受着释迦摩尼佛的度化 而远离六道成佛的众生 不晓得有多少 《法华经》有一段很惊人 很难以想象的批语 来间接显明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的长久 这就是五百尘典节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成佛 是五百尘典节以来 已经成佛了 而我们五百尘典节以来 还漂泊在这红尘之中 那么五百尘典节 到底有多长呢 难以想象 《法华经》怎么说明呢 有五百千万亿 纳犹他阿僧奇的世界 这样多的世界 已经是无法形容了 那么 把这么多的世界 磨为微尘 我们算算看 这些微尘有多少呢 无法计算 这些微尘 每经过一个五百千万亿 纳犹他阿僧奇世界 就放一粒微尘 再经过一个五百千万亿 纳犹他阿僧奇世界 又放一粒微尘 直到这些微尘都放完了 你看这些世界 你看这些世界有多少呢 想象起来会让人晕眩 好 把这些世界又通通都磨为微尘 一粒微尘算是一节 这些节就没办法形容了 这叫五百千万亿 这叫五百尘典节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有这么长久的时间了 而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还没有往生极乐 也还没有出离三界 可见轮回之难以解脱 而难以解脱是因为我们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修行 靠自己的力量降服烦恼 偿还业债 可是我们毕竟没有什么力量 我们只有造业的力量 没有修行的力量 所以靠自立就注定永远漂泊在六道苦海当中 靠塌力的话 塌力是现成的 所以不像此生生净土 投胎一措毁时难 印光大师形容得很好 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 因为临终往生是现成的 只要愿生弥陀净土 专称弥陀佛名 往生极易决定 来生想要再做人 要五界俱足 老实讲 我们本身五界大多是不清净的 八 弥陀发愿之本意 弥陀发愿之本意 为救罪恶深重人 我身本有无量罪 庆哉弥陀救赎我 善道大师有一句话说 弥陀大悲于苦者 心偏泯念常没众生 事已劝归净土 亦如溺水之人 急需偏救 岸上之者何用即为 也就是说 会游泳的人 不需要救生人员救护 溺水的人 才需要救生人员救护 救生人员一旦跳入水中 不是去救会游泳的人 不是去救会游泳的人 而是去救不会游泳的人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医生来不是要医治无病的人 而是要医治有病的人 无罪的人不需要阿弥陀佛救度 有罪的人才需要阿弥陀佛救度 阿弥陀佛发愿的本意 不是要救无罪的人 而是要救有罪的人 尤其是罪恶深重的人 所以说 弥陀发愿之本意 为救罪恶深重人 我身本有无量罪 我是指积身性的念佛人 有句话说 出家一年佛在眼前 出家二年佛在大殿 出家三年佛在西天 一开始发心学佛 发心出家是很勇猛的 所谓出家如出 成佛有余 时间一久 那种勇猛心 就逐渐逐渐松弛了 而且出家越久 才越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才测量出 自己到底是有力量 还是没有力量 所以我身本有无量罪 念佛人应有 现世罪恶生死凡夫的 机身性 深感自己是一个罪人 而且是罪中的罪魁 自己是一个恶人 而且是恶中的恶手 何故 见思二祸 为福为断固 庆灾弥陀救赎我 庆灾 喜灾 弥陀救赎了我 为什么呢 弥陀 武劫的思维 赵宅永劫的苦行 就像刚刚所说的 不是为了无罪的人 而是为了有罪的人 不是为了会修行的人 而是为了不会修行的人 所以 弥陀武劫的思维 永劫的修行 建设的极乐 圆满的功德 都是为了我 慧敬一人 请在弥陀救赎我 凡夫最重 较之佛力 犹如大海一滴 石头亮重 投入大海必沉 投入大船必伏 凡夫最重 投入六道必舵 投入怨船必度 救度的法门 是不论善恶的 救度的法门 是超越的 救度的法门 是救度 无力自救的人 我们不能 明心见性 不能降服烦恼 不能自尽其意 反而烦恼强盛 罪业深重 福慧如指之薄 业障如天之高 但是庆灾喜灾 我们不但庆幸 遇到佛法 更庆幸遇到 阿弥陀佛救度的法门 听闻到 阿弥陀佛从净土传来 预生我国的 救度法音 这法音 顿时划破了 我们紧闭的心窗 惊醒了我们 幽暗的梦魂 使我们发起 愿生彼国的 恳切之心 势必此生 无有退转 弥陀呼唤 我们回应 呼应一体 涵盖相合 感应道交 永远不离 此后 专称弥陀佛名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或计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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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